心灵回收站 爱的港湾 那时冯敬虽然比苏倩大一岁 但她还在读大四 两个人都报名参加了学校的英语演讲比赛 冯敬的英语说得不地道 什么名字都没得到 而随父母在国外生活过的苏倩则轻松拿到一等奖 这让冯敬对她又是羡慕又是爱慕 于是冯敬便以请教英语学习方法为由 主动接近苏倩 苏倩只当她是一个好学的学弟 给予了她礼貌而真诚的帮助 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因为苏倩理想中的男人应该是学识经历 才华都要远高于自己的 冯敬自然不符合她的期望 但尽管冯敬刻意地和冯敬保持着距离 冯敬也没有丝毫又放弃的意思 隔三差五就会找个由头去见见这位比自己小的师姐 本来这二人的交情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 因为苏倩打心眼里没打算和冯敬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人生无常总会出现一些状况 瞬间改变人的心态和抉择 和冯敬相识的第二年 苏倩都已经在重唤出国的事情了 一场意外打断了她的计划 也几乎是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走向 那是一天中午 苏倩刚在宿舍里躺下快要睡着时 突然手机铃声大作 把她吓醒 一看是爸爸打来的 平日里没什么事儿 爸妈从不给女儿打电话 顶多妈妈偶尔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爸爸几乎不会主动给苏倩打电话 难道出了什么事儿吗 苏倩心里一阵慌乱 直觉硬眼了 爸爸几乎带着哭腔 吞吞吐吐地告诉苏倩 他妈妈早上出去买菜 回来时被一辆摩托车撞伤头部 正在医院抢救 苏倩赶到医院 见了妈妈最后一面 便从此和最爱的妈妈阴阳两隔 苏倩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事实 差点哭晕在医院 冯敬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今年很快赶到了医院 像苏倩的家人一样 帮着张罗苏倩妈妈的后事 在苏倩最脆弱伤心的时候 冯敬的出现给予了他最温暖的慰藉 在冯敬的陪伴下 苏倩渐渐走出了丧母的痛苦 也渐渐接纳了冯敬 两个人成为了校园恋人 为了不让爸爸感到孤单 苏倩取向了出国深造的计划 毕业后 苏倩很快找到了工作 冯敬的爸爸是一家企业的副总 家境很好 他爸爸在他还未毕业的时候 就给他找好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冯敬的妈妈是一辈子都没有伤过几天班的人 儿子上大学之后 他更是闲来无事 早就想着快点抱孙子 见过苏倩后 冯敬的爸妈很满意 便催着俩人赶快结婚 恰逢那时 苏倩的爸爸在别人的撮合下 也在和一个阿姨交往 苏倩想着 尽量不要打扰爸爸重组新的家庭 再加上冯敬一家对自己也很好 这婚事也就顺理成章的定下了 苏倩和他爸爸 都没有提太多的物质要求 只希望冯敬能像他承诺的那样 爱苏倩一辈子就够了 婚后 小两口就住在冯敬父母 那间180平的42厅里 因为冯敬妈妈说 他们老两口住那么大的房子 显得冷静 没有必要再买新房 住在一起热闹 我还可以照顾你们的生活 你们只管安心工作 多好 确实 在孩子没出生前 一切都如苏倩希望的那样 和谐 平静 没有了妈妈的苏倩 得到了婆婆的照顾 心存感激 一年后 苏倩生下了胖乎乎的儿子 婆婆乐得合不拢嘴 她也真的兑现了诺言 全心全意照顾孩子 让苏倩和冯敬安心工作 苏倩的婚姻生活到这个时候 还是完美的 从孩子要上学开始 情况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公婆家附近 没有他们看得重的小学 而要去重点小学 则必须要买学区房 为了孩子 哪怕学区房的价格 是请她区域的两三倍 他们一家还是决定买 那时 冯敬和苏倩的手头 有了一些积蓄 公婆也主动提出 拿钱绷缠他们 于是 他们赶巧在孩子上学前 买好了学区房 不凑巧的是 去买房手续期间 苏倩刚好被单位 派到外地学习一个月 所以手续 全权由冯敬办理 各项手续 都是以冯敬一个人的名义办理 连房产证上 都是冯敬一个人的名字 原因是苏倩不在 要都加上她的名字 会比较麻烦 这些苏倩都知道 她想着 不管房产证上 有没有自己的名字 这套房子 都是两人的共同财产 何况他们感情那么好 哪里需要担心 那么多问题呢 房子买了 孩子入学的问题 也顺利解决 这时 波波不同意苏倩一家三口 住到新房 性装修的房子 哪有我们这住了 一二十年的房子安全 何况小孩子上学后 需要操心的地方更多 我们也可以帮你们分担一下 你们还是只管 好好挣钱就行了 波波的话不无道理 苏倩同意了 在婆婆的提议下 他们将新买的房子租了出去 还能赚点租金 多好 婆婆对自己的点子 很是得意 当然了 说租金的活 婆婆也主动揽下了 反正我每天要接送孙子 也就是个顺便的事 你们忙 就不要管这些事了 婆婆的话 总是那么有道理 只是婆婆揽下这个活后 便再也没提过 要知道 那个地段的租金和房价一样 都是其他区域的好几倍 每月能收不少呢 有一次 婆婆在厨房和公公说话 被苏倩听了一耳朵 好像是在说 她已经涨了两次租金了 买房的大部分钱 都是冯进和苏倩出的 这租金 婆婆一分却不给他们 似乎有点不合理 孩子上学后各项开支骤增 苏倩也需要这笔租金 异补一下 婆婆将租金 据为己有 而且涨价也不告知一生的行为 让苏倩心里有些不舒服了 只是那个时候 苏倩只是把不满憋在心里 还不停地提醒自己 婆婆对自己不错 她可能只是比较爱钱 何况买房时 她也出了钱 全当是让她提前收回借款好了 然而 少是苏倩不想去计较钱的事 但婆婆的行为还是渐渐让她无法再说服自己了 苏倩想给儿子再报个数学提高班 她手头的钱不够 便找冯进养 冯进摊开双手 说 我的卡上也没有钱了 这个时候苏倩才惊觉 结婚这么多年来 冯进工资卡上的数字 竟然一直没有变过 这根本就说不通 就算冯进的工资不可能涨得很快 但也不可能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点变化都没有 倒是有几次单位降了奖金 被冯进叫了一个多月 直到这时 苏倩才关心家庭账目的问题 没费太大劲 冯进就招供了 她的工资大部分都给了婆婆 我妈说 我们年轻人花钱没数 所以不如把大头给她管着 可我没有担心你起疑心 所以才没有告诉你 她给我们买菜做饭带孩子 也没找我们要钱是不是 冯进说得阵阵有词 苏倩却听得心寒 原来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真正的爆发 源于苏倩无意间 听到婆婆对冯进的一番叮嘱 那是个周末 苏倩早早就去公司加班 临近中午 她才发现 下午开会要用的打印资料 落在了家里 当她充满赶回家时 发现客厅里没人 公公带着孩子上补习班去了 冯进和婆婆去哪了 正在疑惑 苏倩就听到卧室里有说话的声音 她走近一听 正好听见婆婆和冯进说 要不是我把你的钱都和房租收起来 你还不是傻了八戒都给她了 她毕竟是个外人 万一哪天变了心 你的财产都得被她拿走一半 所以我在警告你啊 不要惦记着把钱给她 自己要留一首 听懂了没 听到这话 好脾气的苏倩再也没法控制 生疼起的怒火 自己既然嫁给冯进 就是铁类心 要和她好好过一生的 谁知自己 意志尊重的婆婆 竟然怂恿儿子 防贼般的防着自己 苏倩使劲推开门 直接走到木凳口袋的冯进面前 质问她 你把你的钱都给你妈了 然后不管家里还是孩子的开销 都用我的是吧 我没想到你妈不穷 怎么养出人 你这么个扣门穷孙的儿子 苏倩正在气头上 静调难听话说 我婆一听 媳妇正是明明 指桑骂话的说自己呢 也火了 指着儿子就喊 不得了了 你老婆连你妈都骂 你还不给我好好教训教训她 苏倩的话本就让冯进很不舒服 再被自己妈这么一挑拨 索性就动起手来 三个人在卧室里乱成了一团 忽然只听到 婆婆哎呦一声 倒在了地上 婆婆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了 冯进的护目狂摸真面目 在这个时候彻底暴露出来 她一口咬定 就是苏倩害婆婆发病 只是赶紧给婆婆治病是关键 大家也没顾得上仔细研究 直到婆婆病情稳定下来 这事才又被拿出来掰扯 公公冯进一致认为 导致婆婆生病的元凶就是苏倩 自从婆婆进了医院 他们就没有给过苏倩好脸色 而苏倩因为要上班 还要管孩子接送 吃饭和学习 几乎没空帮忙照顾婆婆 结果在婆婆那里 又添了一条罪状 婆婆在冯进面前 各种数我儿媳得不孝 舍得冯进玉家对苏倩不满 回家就和苏倩吵架 苏倩难过极了 还没有妈妈 又不忍去打扰爸爸 心里的苦 无处诉说 只好把好友约出来倾诉 在好友的鼓励下 苏倩决定结束这段糟糕的婚姻 可是当苏倩提出离婚时 冯进却死活不同意 却又没有任何和好的意思 这更加坚定了苏倩离婚的决心 她又向法院提醒离婚诉讼 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月 几间 苏倩带着孩子在外租房住 直到离婚案开始审理时 苏倩才愕然得知 她和冯进一起买的那套房子 竟然被冯进私自卖给了公婆 从当初的火热追求 到如今的冷漠绝情 苏倩对冯进 甚至对男人都彻底失望 她决定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要拿回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财产 物质为钱 更是为争一口气 经过法院调查了解 事实非常清楚 冯进正式在苏倩第一次提离婚时 就将房产偷偷卖给了自己的爸妈 而冯进的爸妈也没有真正支付网款 不管从时间还是交易形式上判断 冯进卖房的动机 都是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因此法院支持苏倩的诉讼 判决冯进按市价的一半将房款支付给苏倩 孩子也判给了苏倩 并要求冯进每月支付三千元的抚养费 用一场美好开头的婚姻 以如此狼狈的姿态结束 备受伤害的苏倩没有想到 自己也会为这样的俗事和人对付公堂 但她也相信 婚姻虽然确实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 可她依然有能力走回原来的那条路 哪怕艰难 哪怕暂时无法走出阴影 她也不会再轻易放弃初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